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表示该产品只做过防水或防尘当中的一项认证 有些电子产品既标注了IPX5又标注了IPX7 是因为防水等级并不是完全覆盖关系 满足IPX8未必就可以满足IPX6 简单来说也许你的手机不怕泡在水里 但是如果被水喷射就不一定安然无恙了 举个例子 家用插座的防水设计如果标注是IP2X 这表示它可以防止手指不小心插入插孔 因此避免了误触电 如果你的手机上标注了IP57 5意味着在不破坏外壳的情况下 它能抵御大部分的灰尘入侵手机内部 其表示在不超过一米深的水下 手机泡在水里30分钟内部零件也不会受损害 但是如果你用水枪喷它就不敢保证了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虽然IP68标准的手机确实可以很好的防水防尘 但不是代表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带着它上山下海 不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电子产品 玩坏了人家可不保修哦 更多科技小技巧关注两分公众号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